然後呢 剛才講 那什麼規則不規則 或者什麼的 那個都不是法律的規定 法律的規定是說 太大聲就叫做噪音 你又放了貝多芬 命運加強群 吵到全世界都聽得到 那個也叫做噪音 那個也叫做噪音 那剛剛好像是世界名群的法覆沒有 他就是噪音 太大聲就是噪音 超過管制標準就叫做噪音 好 那管制標準會分那個住宅區啊 商業區啊 白天啊 晚上啊 之類不同 那我就不仔細說了 那麼噪音會干擾生活 對生理 心理有不良的影響 這邊有一個話 請你背下來 然後有一個圖 課本有 課本有就看一下 我們常常會考的是 什麼樣會影響學習 什麼樣會干擾交談 什麼樣會影響工作效率 什麼樣會使聽力損失 你就背 我這裡截錄了三個 你就背下來 這個是會考的 這個是有人會問的 多少分配會怎麼樣 回家看課本的圖 課本有這張圖 我剛才講過了 多少會干擾學習 多少會干擾交談 多少會降低工作效率 多少會造成聽力損失 你這個就給我欣賞一下 把這個看一看背一背弄完 OK 這個有人會考 所以這個要背 這個有人會考 所以這個要背 這個是要背的 這個是要背的 OK 好 回去把它競賞一下 那麼噪音這麼討厭 就要想到 大家要防治 防治要知道有什麼來源 工廠 營建工地 那個 高島屋在蓋的時候就很吵 因為那時候工法比較舊 那個打裝就這樣 抗抗抗 那邊炒半死 養殖在蓋的時候就安靜多了 工法不一樣 所以就比較安靜一點 營建工地 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 吳吼吼吼 婚傷喜性 即會有喜 動蒜呢 寵物 貓叫 狗叫 小孩哭 小孩算寵物 小孩哭 噪音 這都是噪音 要防治 就是 减少制造噪音 改善生活习惯 选用低噪音机器 冷气机很喜欢打 它叫做安静无声 因为鼓所有冷气都很大声 打开来就告诉全世界说 我家有冷气正在使用 很吵 现在都需要安静无声 所以叫低噪音 少一点制造 然后呢 做一些隔音设备 有隔音墙 有花木 高速公路上中间的车道上 种了一些树 种了一些树的原因 一个是分开 一个是反光 还有就是可以吸收 噪音就噪音 反正想办法减少 就是有关照音的防止部分 以上所教就是所谓的响度重点 响度就是声音的大响 由谁决定 政府决定 单位叫做分配 大致上了解一下分配的意思 然后背 那些什么耳痛 会什么干扰交谈 那会什么 那个你把它背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有关于响度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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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